本來就是沒有沒有天理你們X 我只是哼和酒 我要腳料 手料X collecting 台灣有歸記社會 你們是什麼東西啊 我我常來不會化標 我哼和酒包扣住幾個小時 什麼東西啊 先冷靜一下 冷靜 我告訴你 你們先檢討 你們先檢討 我告訴你 警方過報發生爭吵糾紛 前往現場處理 身穿藍色衣服的男子 喝得醉醺醺還對員警動手推擠 立刻被壓制在地進行保護管束 事後他醉得連站都站不起來 兩名員警得又扛的將人送進警車 身後動手的男子身份曝光 竟然是資深藝人龍天翔 台灣有歸期的社會 你們是什麼東西啊 我告訴你 我從來不會花標的 離開派出所後 龍天翔對於被上銬相當不滿 回頭隊員員警大小聲 甚至還不斷飆罵髒話 一旁人趕緊要帶走 避免衝突擴大 25號晚間 龍天翔酒後搭計程車 回新北永和的住處 一支衛布冤運付420元的車資 就跟司機爆發狗角還辱罵對方 最後甚至對員警動手推擠 龍天翔早年在香港發展 1980年代開始活躍於台灣的電視劇 主要飾演反派角色 這回酒後師太被帶回派出所保護管束 最後由經紀人帶回結束